各位觀眾歡迎收看金融頻道 今天是2019年的11月23號 我們今天要跟大家介紹的是麥克風 雖然我們在之前也跟大家介紹過一些麥克風測試 那個影片連結我們放右上角給你參考 那我們今天呢是要測試我新買的一個 這個耳機式的麥克風 那我現在目前戴的這個耳機式麥克風呢 它又會有一種問題 它是 它這個是 我現在目前戴的是這個SKIR UA103這個牌子呢 它配了一個耳麥式麥克風 在台灣賣的那一隻要兩千塊 那它會有個問題存在 它有時候呢 我不知道在錄音的時候呢 很奇怪它會錄出雜音 那個雜音的部分呢 我把那個影片連結插給各位看 聽聽看 你現在剛剛看到開頭有一個雜音 就是這個 我不知道它到底是怎麼生成的 有時候呢我在錄製的時候呢 就會跑出這種雜音很麻煩 那我們現在呢 還有一個問題就是 它這個耳機麥克風呢 它有 它呢並不是 有螺旋式可以鎖的呢 所以呢有時候我們在 在 佩戴的掛 推掛的過程中呢 如果在 動作太大 我們就會不小心把這個 這個插頭呢 拉掉 拉掉以後呢 就突然沒有錄到聲音 就害我整個 整個影片呢就白錄了 那我們這樣距離拉近一點 帶大家來看一下這個麥克風的一個樣子 我們把錄製拉近一點呢 帶大家來看一下我這個收發器 那我現在 現在佩戴的這個是 SKIR UA103 它所配置的一個 耳機式麥克風 那這個耳機式麥克風 跟這個領夾式麥克風 這原廠的領夾式麥克風呢 它這個有一個海耳 深海塞耳 它這個東西呢 它是可以鎖上去 然後 我們在 大幅動作的過程中呢 不會被拆掉 那我現在拆給各位看 這一個呢 它這是可以 在我們在動作過大過程中 有可能因為拉扯 然後造成掉 掉線 所以呢 這個 我一直在使用過程中呢 我就覺得一直有一個困擾在 而且啊 它又還會 不曉得為什麼 在 使用過程中呢 有時候呢 會不曉得為什麼 會產生很過大 很過大的差音 所以呢 後來我又買個新的麥克風 那我們現在呢 我們現在測試呢 給大家聽一下這個聲音 這個是我們現在 就是用這個 SKIR UA103 它的耳麥 耳機式的麥克風 這個頭戴式耳機麥克風呢 我們測錄的聲音 讓大家參考一下 那之前呢 前面我剛剛有插影片給大家聽 那有雜音 那我弄了好久 才把那個雜音處理掉 也不知道到底是哪裡接觸不良 所以呢 我現在呢 要把這個耳機麥克風呢 拿掉 我們換一下領夾式麥克風 喂測試測試麥克風測試 好 我們現在所使用的是 領夾式麥克風 收音的一個效果 那各位 你覺得 收音的效果呢 你試試看 比較看看呢 跟真實聲音比起來 如何 那我個人在麥克風 這種 因為我自己測了很多次 那如果我放在這個現在 我現在放在領夾的這個位置呢 它的收音呢 會稍微差一點點 越接近當然聲音會越大 然後我現在 好各位 我們現在是改換這個領夾式的麥克風 我們來測試看看 那我 我之前 我都試過這種領夾式麥克風 領夾式麥克風的缺點 就是說 當我這個動作 這樣左轉右轉 左轉右轉的時候 你會發現這聲音呢 有時候呢 像我轉到這邊的聲音 就可能小一點 如果我突然低頭的時候 聲音就會變大一點 那領夾式麥克風 就會有這個缺點存在 那耳袋式的 穿戴式的麥克風呢 因為它一直都是在跟著我的臉 頭部在動作 所以它不會大小聲的變化 但是不知道為什麼 我買了這一款呢 我就是覺得有瑕疵存在 而且是瑕疵很大 因為我現在插上去的時候 居然會有雜音出現 有時候會出現雜音 那造成我整個 錄製的效果呢 非常失敗 所以呢 後來我又考慮了 又買了一款這個 新款的這個 深海塞耳的 它也是可以鎖 也是可以鎖上去的 那我們把距離拉近 大家來看一下這個新的 這個穿戴式的耳機麥克風 等一下我們再來測試一下 看看效果如何 好 我們現在呢 我們來 先把這個 麥克風 這個線呢 我們先 透開 解開 因為等一下我們要插上去 好 那我們現在呢 給大家看一下這個 這個 它的一個 什麼叫深海塞耳 深海塞耳就是像這個 來 這是 這個是 SKIR 配了一個原廠的這個 穿戴式的 你看頭 它的頭呢 是沒有 沒有這個 螺旋頭的 這個螺旋頭呢 它是可以鎖住固定 避免我們在 動作的過程中呢 把這個東西拉掉 因為有時候呢 我們在拍片的過程中呢 就動到它 哇 一拉掉就沒注意呢 結果整個 影片呢 都沒有聲音 就變成白錄了 所以呢 我覺得這一款呢 是非常 沒有這個螺旋頭呢 造成一個 錄音呢 會造成一個非常失敗的效果 而且 居然還有露出雜音 真的是 我覺得這個 不知道為什麼設計成這個樣子 我覺得這滿糟糕的 那我買的這一款呢 不曉得 不曉得是不是也會這樣 那我敢知道 我確定說 我的這個 它原廠配的這個 臉頰式麥克風沒有這種問題 但是它的另外一種 卻有這種問題存在 所以呢 我就另外買了 另外買了其他家的牌子的 這個是什麼 這個是什麼牌子呢 看一下 金麥峰 金麥峰的 好像是大陸的廠牌 我們現在呢 就把這個耳機呢 我們來接過去 你看我們這個有個螺旋頭可以鎖住 避免它掉落 好 我們拆掉 好 測試測試 我們來試試看這個麥克風的收信效果如何 因為這我也是第一次測試 我不曉得 我也沒測試試過說 到底 試過它的音效效果如何 我要看一下 這個收音 因為有時候呢 它這個 可能會收音會很差也不一定 那我現在先測試給大家看看說 音質如何 那我回去的時候呢 我也要重新再放過 放給大家看看 因為我如果沒有測試的話 我也不知道這個效果如何 因為主要是因為 這一款的麥克風 它有附這個 它有好幾種款式 它的頭有好幾種款式 它可以選擇 像剛剛這種 舊型的 舊型的 像是耳機式的 就這個直接插下去 這種舊型的直接插就可以用的 但是呢 我說過 如果 當我們如果在 拉扯過程中 如果不小心把它拉掉的話 哇 你整個 你錄了整個 整個影片呢 就失敗 你可能不小心了 就 沒有錄到聲音 所以就會很失敗 那我現在呢 順便呢 就把換這一款新的耳機 那個麥克風 試試看說 測試效果如何 那我們就先 影片先介紹到這邊 讓大家聽聽看什麼效果 然後看看會不會像這個 有雜音的話 我覺得這款 怎麼會做成這個樣子 我覺得很失敗的感覺 我們今天影片介紹到這邊 感謝收看 再會 OK